网络上之前流传一则有关513事件的种族仇恨留言 警方证实这是4年前的留言 但是这名男子最近已经被判6000令吉罚款 坐牢3天 以保警区主任亚哈亚发文告指出 翻查警方记录之后 这则留言是在2019年发布 但近期又疯传 案件援引刑事法典第504的 故意侮辱和蓄意破坏安宁罪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的 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条文彻查 这名网民已经在刑事法典第182的 提供虚假情报条文 以及滥用网络服务相关罪名下被顶罪 最终罚款1000以及5000令吉 外加坐牢3天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任何一方滥用社交媒体 散播可能威胁公共秩序的敏感议题 必将遭到严厉对付 打担心 YUG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